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我 寻求目标的方式可以改变 得失心也可能不用放得那么重 往往人生要在创下一个高峰的时候 是最难的 我不要向现实低头 因为就是因为有那十年的经历 我现在才希望 可能会就比较成熟 然后可能在某些方面也比较稳重 我觉得后悔其实是一个很累的一件事 那个解决的方式就是要接受 后来就去处理 最重要的是知足 就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知足的 这十年就这样冲冲过去的 我觉得我失去了孩子们的爱 我一直永远觉得他们不会长大 那种感觉 我如果重来的话 我一定会 给他们更多更多的爱 更多更多陪在他们身边 是否有一段时光 让你想到就心酸 为了爱曾经什么都无关 我愿意尽